这次在《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中 和仁敏和新云莱搭档的出印象和现影像分别是什么 明明出印象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热情的 像个卡通人物一样 就是第一天我记得我在化妆的时候 他就很热情地冲过来要给我吃早饭 把早饭放到我桌上 像个小太阳一样 现影像就是它是一个 其实虽然外表看上去很阳光很小太阳 其实他内心还是非常敏感的 会照顾别人情绪那么个姑娘 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坚强的一面 就他那个坚强不是装出来坚强 我觉得他内心是有非常坚韧和强大的一面 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我对新云莱出印象跟现影像是一样的 有点冷幽默的 然后呢比较憨憨的 但是呢还挺有趣的这么一个形象 从出道以来大多数的这个异性的合作对象都是年下 包括这次跟李孝千也是01年的弟弟 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没啥特别的 就是我没有特别在意年下还是年上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把情感真挚的表现出来就好了 乔乔和李唐的CP大家都觉得说是结构CP 那你有没有 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气质能狠狠地拿捏这些弟弟类型的 拿捏 没想过拿捏他们 对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链这部电影最值得安理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首先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有很大的共鸣 因为我身边也会有一些正处在一个店的朋友 然后知道我去参演了之后